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近來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政府呀 某機構呀,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那大家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源,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香港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怎樣做呢? 簡單來講,如果你是當事人,或者你是那位特首 那你在這種情況之下呢,你自己會怎樣去做呢? 那今天呢,很高興呢,我們請到George George和黃岸賢幫我們一起主持這個 和討論這個問題 那也都是請到一位黎太,那黎太自己本身呢 就養很多的小動物的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呢,就是講那個動物醫療的自由的權益 那因為最近香港呢,發生了一些事故呢 令到我們呢,覺得是時候呢,大家應該討論一下 這個香港的動物的選擇醫療的自由 到底有沒有選擇權 那為什麼我會邀請黎太呢? 那因為呢,我認識黎太的都很多一段時間 那我知道呢,他就是養了有四隻狗的 有四隻狗,五隻狗隻 那是很有趣的 那原來呢,我看回那些狗呢 那一看下去,那不是那些什麼名種狗啊,漂亮的狗啊 那原來黎太當時呢,他領養這些狗呢 那當時那些狗是很多問題的 很多健康上的問題的 那不是因為他名種啊,漂亮啊,可以參展啊 完全是一些病狗啊,傷殘的狗 那我覺得很奇怪的 那結果呢,我發現呢 原來黎太呢,在過去那個狗那個 就是這麼多年裏面呢 在醫療方面呢 就是用很多方法呢 就是治療他們的健康的 那就是說呢,可以說呢 有不同的開刀啊 你想到人的一般的開刀啊 各個子宮手術啊 那什麼都基本都做過了 那就是說呢,在他這方面呢 就是動物的處理醫療呢 我相信他是很熟悉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件事呢 那原來呢,最近呢 香港呢,有一件事情就出現了 那我就大家都 就是不是很大致報道的 那譬如在這裏呢 我在那個Yahoo新聞裏面呢 看到呢 那蘋果呢,有一個講的 那他呢,一位自稱叫做曉飛大師 叫做曉飛大師 這個曉飛大師 那他呢,就是一個叫做 香港中醫動物醫院的負責人 叫做李曉民 李兆文 那歇然呢,是說 務牌提供獸醫服務和手術這個案 這個案 那是那個東區財政法院那裏呢 在這裏審的 那當時呢,就原來呢 是有些 就是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就放蛇,參加放蛇呢 就是去,就是在他的診所那裏呢 就說呢,在這個情況下說 他是務牌做獸醫的 那當時呢,這位當事人呢 他說呢,其實呢 他只是用中草茶而已 是吧 也都不是用中藥 那樣,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中醫 我也都不是很清晰 那只不過他用中草茶 那樣,也都呢 就說呢,是吩咐那位職員呢 就是帶來帶來的動物 這位人士呢 就帶那些狗去其他方面 去求診那樣 那意思是說呢 他基本上呢 他可能只是來買一些中草藥 中草茶而已 那他沒有什麼真正去醫治他 那樣,那 那 他說呢 就放在那個 愛護動物協會 一位經理人 他是 姚瑋芬 他是一個 愛護動物協會市場 和資訊部的資深的經理來的 那他當時放蛇那一天呢 那這位被告叫做李曉民呢 就向他表示呢 就會為他那個北京狗 處方那樣 那樣 那是中草藥 中草茶就不是中藥的 那但是呢 這位經理人就說不是 他不是這樣的 那也都說呢 那被告呢 叫他去把那隻狗呢 帶到其他的獸醫裡面求診呢 包括驗尿啊 驗血呢 那他都否認的 他說呢 那被告都沒有向他提出這件事 那樣 那 那 這位放蛇 參與 這個放蛇行動有另外一個女警 那 也都說呢 他當時呢 檢查被告呢 檢查這隻狗之後呢 就表示呢 他有機會呢 吃了一些過咸的狗糧啦 會影響心臟 於是他最後呢 就向他們呢 介紹他自己代理的那些狗糧 那樣 整件事呢 在那個 Yahoo的明報的報導呢 就是這麼多 我看到表面的資料就是這樣 嗯 好了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看到這樣的消息 那黎太你 你自己在這方面都有很多的經驗 你會覺得這件事那個 問題在哪裡呢 有什麼可以 就是 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他 我會和學會放射的原因在哪裡 是 是 是為了他要保護他們的行業的利益關係呀 還是真真正正為動物生命的出發點呢 就是 還是 針對某些醫療方法 因為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無論動物或者人類都好 總而言之生命呢 那他如果生病的時候呢 他是絕對有權利去選擇 他認為適當的醫療方法 是 是 為什麼會是 一定要你領有牌照 才能夠可以治療這些動物呢 他現在就說是 是說 看他那個 控訴那個 案件 就是說 你是無牌提供 獸醫服務 和手術 這樣 那麼 在這件案件 他當然沒有做任何手術 那他只不過呢 是提供一些 他代理的狗糧 就是他最終的主要是做多一件事 他檢查了一隻狗 那麼他的診斷呢 就說這隻狗呢 可能吃了太多鹹的狗糧 那麼就給一些 不如你不要吃這些鹹的狗糧了 你吃一下這些 另外一種的狗糧給他 就是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那麼因為這個過程之下 那麼他就被控 就說他無牌提供 獸醫服務 和手術 這個呢 我就有些事情要斟酌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說和一隻狗做手術 而他真是 沒有這一方面的知識的話 是 或者是允許牌照的話 是真的有問題的 因為你真是 以這個 你幫別人劏的 是的 甚至乎你是給藥物 而你真是不懂 藥物的成份 或者是藥物的知識的話 去做這個 是真的不對的 即是因為那些 所謂西醫的註冊 即是所謂違禁的那些西藥 是的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犯了犯 因為你不是一個西醫來的 但是如果他真真正正是 只不過是他的利益關係 或者他只不過是介紹一些狗糧 或者真的弄一包 其實是茶 普通的茶給狗吃的話 其實主人他自己有權選擇 去不去買 或者去不去接受這種offer 是的 好的 再展開一下 為何要有牌照才可以做 修醫 或者做醫療的醫生 在外國的經驗就是這樣的 你要是有牌照 有你自己的self governing body 那你才可以買到那個醫療的保險 即是行醫的保險 那這個不但是保障你自己 即是行醫的那個醫生 萬一你就算你是有好 intention 但是你坐 即是有accident 這樣失了手的時候 你的保險是保障你 即是不會你要自己 埋了自己的屋來陪 這個最大的原因是其中之一 即是說保護生命 其實最主要 即是保護那個醫生 保護那個醫生 保護醫生的行業 所以他要有一個stand up 即大家共同 recognize the stand up 即那個目的是這樣的 其他那些我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讓一個醫生可以很安心地做他的工作 因為他是靈了牌照的時候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保護他自己 保護病人 就算是保護幫他做事的員工 好啦 那王岸然他過去就是在香港大學 是一位法律學院的一位講師 他自己也是一位傳媒社 一個寫稿寫到很多意見 我想聽一下 在法律角度 即是你看到些什麼呢 我覺得Jorge想說 這個逢是專業都是 買保險 跟著就是有個標準 跟進來PASS 本身體就好像是一種保障 這個也是一種保障 就是對消費者來說的保障 但是消費者有沒有權 選擇沒有這麼有保障的東西呢 那他沒有說你沒有權 你要留意他這個 他這裡就說 告他是無排行醫 其實我第一個疑問 為什麼行醫要排的 因為第一個出生 就是醫我的人 就是我媽媽 你發燒不讓你吃東西 跟著會焗汗 或者煮稀粥吃 其實他都在治我的病 他不一定是醫生 醫人不一定是要有牌才能治 我覺得 只不過你剛才接觸那些是另一回事 就是為了運作的問題 或者需要買保險 保障等等 當然現代社會就有這些 但是前提就不應該說 你沒有牌 就不准你去醫人 我相信我沒聽過法例是禁止這件事 只不過呢 其實禁止一件事 你不可以是沒有牌 或是自己有牌 因為你有牌 當然身份是不同的 有個專業身份 還有你有其他保障 特別有買保障保障 這個病人說 我知道你是沒有牌 但是我會接受你的治療牌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如果看這個案件 是證明的 risk 即是他應該自己負責他自己的人生問題 就這樣看這個報道 似乎就不太過 好像是要告他一些事情 但其實這個很簡單 他是不是聲稱自己是醫生 有沒有弄假的傷在那裡 即是我說一個 好像是理睇 其實也有很多的關係 我剛開始在行醫的時候 就見過一個 一名卡的傷害 即是撞車的患者 他就是很明顯 有腦部受損的 我檢查之後 我發現是有點不妥 我幫他調整了 胸部的問題 他說好些了 他問你有沒有照過頸部的傷害 他說沒有 他們只是幫我照顧頭 當然 他的眼睛有些跳動 他幫我做了所有老部的數量 但沒有照顧頸 他以前看過西醫 他在醫院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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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說 我可能是有條頸 有問題 他說你照照顧頸 我沒有碰到那條頸 但我覺得 就是 調整他的胸部 他是好些 我照到這條頸 原來那個頸是 fracture 他的頸部已經是 fracture 因為西醫錯了 他們沒有照顸 他們不以為是頸 而是腦子 而他錯了之後 他問你現在的頸部是 fracture 我看到你回去告訴西醫 我好心 好心一片 誰知道 他的律師打電話 你不要再碰他 What are you doing 做了什麼 他的頸部已經裂了 我已經好心了 我好心叫他回去告訴西醫 今次機會我不要再治他 而且我治他是治好一點的 What's going on 我也是好心 你當時在溫哥華 是一個註冊的脊骨神科醫生 我做的事 是所有是 就是 follow那個standard 而在 看加拿大 美國 澳洲 註冊的脊骨神科醫生 所謂第一線醫生 Primary Health Primary Health 香港也是 香港有六十幾位 註冊的脊骨神科醫生 他也是屬於 Primary Contact 即是你不需要 其他醫生介紹 例如香港的 物理治療師 你需要其他醫生介紹 他才可以去接受這個病人 但是 你在加拿大這個情況 你當時 你所做的 絕對是 法律上完全是正確的事 對不對 我記得 但是 即是 不讓我再治療病人 是那個律師 醫生 醫生 他又沒有出聲 因為他知道自己是negligent 他知道我是好心一片 他又幫你照顧了 後來又寫了一個報告 他又不知道他有沒有說到 是我弄傷 他當然沒有我 是吧 但是 這個 有良知醫生 另一個方法可以這樣 就是 我不出聲 我就 把這個報告寫好之後 去陰對方的誓意 我可以這樣 我沒有這樣做到 我完全是為了病人的利益 你這個時候告訴他 你快點告訴他 你有其他方法可以更加好 你不是只有這個腦的問題 你的頸也有問題 嗯 一個好的醫生 包括被別人租質的時候 那就是很不公平 當時 是跟你指控的那個 是那個律師 那你有沒有想一下 當時那個律師為什麼會這樣做 當然要 他不想你有別的事情 有什麼 你不想你 治療病人太快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沒有人知道 可能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很簡單的 律師一定要幫客人做事 那麼 那個醫生就是他的客人 那個西醫 那個醫生就是他的客人 那個醫生就是他的客人 不是西醫 那個醫生就是他的客人 都是一樣的 他要製造一些危險 好像有些法律的問題 他就需要律師的服務 那律師最好就是幫他 喂 誰醫過你 誰摸過你 可能有疏忽 那我就告他 那變成他的思路就是向這裏出發 對 就是 他的利益 那方面 我想看出那個訊息 就是 現在發展到這樣的階段的時候 那個病人已經是沒有了選擇的 已經是 他的病 已經在律師手上 他不是 律師不是一個醫生 他不是醫生 他沒有任何醫學的訓練 沒有 這位律師是否同時是醫生 因為樂國很多西醫 也是同時的律師 他不是醫生 他不是醫生 但是 他就是 叫病人要這樣說 但是 那個病人說 喂 他整個案子好一點 那就是你不要去 那就是他也是這個律師 可能 那這個律師是不是在醫治他 也是的 給他一些 給他一些 那你還有沒有聯絡 你叫他快點回律師 那這件事 他那個病人也怕到脫鞋 真的 我有幾個層面去看 其他事情 就是 在某個程度上 那位 第一 他最初看醫院的西醫 是可以說是疏忽了 因為 在這些 人有措手 這些任何簡單的意外 我叫Weak Lash Injury 大家都知道 問題通常是在頸部 這是最基本的醫學常識 那竟然去到醫院裏面 是他們那個 不知道他們受西醫的訓練 在這方面是怎樣 他們完全都是疏忽了 好了 那有個可能性 因為你止塵了 他們是疏忽了 那病人可能用這些去告他們 那病人不懂這些 所以我就說 那律師到底是站在哪方面 如果律師 同時站在醫院那方面 他當然會看到這些危機 這個危機就是說 這個醫院所做的事情 是疏忽 有疏忽的問題 那病人 是可以因此而告他們 當然 病人不覺得這個病人 有些什麼嚴重的損傷 是吧 所以就沒有了 只不過你指陳了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說 這個情況是幾方面去看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 我想問你 為什麼律師會說這句話 跟你說呢 第一 他也可能自己是偏坦西醫的 現在全世界很多人 不是 他是偏反正義 我告訴你 偏坦西醫 偏坦西醫 課的西醫 OK 一個可能是一個私人的人 第二個 可能他是 可能同時 是幫助那個醫院 然後醫院 因為你揭露的事情 是令到醫院被告 那就是我剛才問你 這個是不關他的事 不是 如果是 如果他是 你還有沒有他的聯絡 這個名字 其實 沒有了 已經這麼多年了 很可疑 即是你在發生 有趣的地方 這個 警告你的律師 其實他 其實他 他 因為他如果最保護他 我認識的 我認識的 他最保護他病人 他的病人 他保護他病人 他第一期間就想 就要幫病人 找些什麼賠償 那誰令到他 所以 起碼他 痛苦多一會 起碼他看你 因為小孩子 好 其實他有些賠償 可以拿 其實幫他拿 就應該快點找你 寫個報告 讓他可以幫客人拿錢 那現在的律師 反過來 令到客人 就 賺不到那些錢 我應該找我的律師 去 對 就是 就是 投訴他 你賠些錢 不是就投訴你 你為我正義 那時候我不懂 或者可以去 去投訴 在這件事 是投訴 那個 折骨神經科學會 那裡 那裡 那個 他那裡 應該處理這件事 因為你在法律上 你是絕對有權 去接收這個病人 而做了你所做的 那這個律師 是不可以干擾你的行醫 那個手法 所以這個當時是 沒有經驗 我剛才是生兒子的時候 那不要緊 大家都從中學到東西 好 希望將來那些後學 聽到的話 學到東西 不要那麼快 去怕定先 你在你那邊 你是有你那方面 為什麼他還要恐嚇你 所以我們香港更好的行動 我們香港出路 其實希望 提升大家 在多方面的 真真正正的認知 我經常都說 知識就是力量 你有一個knowledge 就不用怕 那很多人 是生活在一個 很恐慌 很害怕的狀態 因為他們是無知 無知是一個 很可憐 很可悲的事 那香港人 很多病人 就是沒有什麼教育的 OK 那我看看這個情況 我看回他的子女行間 也看到了 到底這位李曉民 到底是不是一個註冊的中醫師 是不是先 因為他是用一個 香港中醫動物醫院 那個招牌 來做事的 OK 那如果報道裡面 只是稱他是 那個動物醫院的負責人 OK 從來就沒有稱他是 中醫師或者中醫生 那就是有一個可能性 他自己也不是一位中醫 OK 所以他這麼強調 我只是用買中藥茶 我沒有用中藥 因為我覺得 從他的報道看到 他根本是 本身也不是一個註冊的中醫 OK 所以他有幾個問題出現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在香港的所謂的 所謂的普通法裡面 在英國的傳統 你不是說要醫生才可以治癒人 你記得 因為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做醫生 人都可以做的 只不過 你就不可以 就是用到別人 說你是一個註冊的西醫 或者你是一個註冊的獸醫 或者註冊的牙醫 或者註冊的中醫 而你不是 這個法律觸發 在這個地方 就不是法律上 就說你是不可以醫人 我相信 在動物方面 我沒有詳訊去看看 那個獸醫的法律 那我相信應該是差不多 如果是法律上 應該是用在人的那方面 應該跟那個動物相同 雖然沒有特別去尋找 但是這個應該是一個常識 因為你幫人治癒人 其實很多人都 以前沒有怎麼走 但是以前中醫 不用拿牌 他也是開了店 做賣藥 現在就越來複雜 因為現在已經被註冊 過去就沒有了 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 也很多人在這個環境 受益無數 我們也看不到 現在中醫就註冊了 那是不是人的健康 是因此有助保障 我也說不到這件事 我有說一下溫哥華的經驗 溫哥華是剛剛 不幾多年前 三世年前是 中醫有牌的 而且中藥店 就是要 現在執藥 我們叫藥財龜 等一等下 他們都要考試 但是 中醫的行業 反圍 比以前 沒有了誠信 我們有在唐仁街 那時候 中醫每個人都認識 誰是好 誰是不好 那時候 他有那個 track record 給人看 唐仁街 有多少人 李醫生 這位是好醫生 柳醫生 沒有找他 有口碑 有口碑 有誠信 你不能亂做 你這樣做 你自己沒有生意 以前 不變 不變 沒有所謂的 立法 有策略之後 就有了 有策略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做 就是 我打電話 有一個人 在唐仁報紙上 買 可以治療腫瘤 症 癌症 什麼毒性 我打电话他说我有抹期胃癌 你有没有办法打 这是你亲身自己的经验 我亲身自己的经验 我打电话他说 他说你来就可以了 你来就可以了 你来我就可以帮你了 大哥 我说女匹可以吗 可能他也说可以 这是在温哥华的事 但是温哥华他在那些唐人报纸 你有这样说过吗 有没有人管 因为是中文 以前我们小时候见报纸也有很多人说过 那我就觉得有时候 也是好心做坏事 你立了法之后 反而有很多人 他有了牌之口 那他就有脱水 那你告他什么 那他就走了 你说脱水这件事就是 我以前那只狗 就真正正看这些 所谓动物医生 注册的瘦医 注册的医生 那我呢 起码有三只狗 给他医治 医治就花老陈的 但是呢 我又不懂 因为当时我不懂医药上面的东西 那原来他一路开一只药 那些 雷固醇 原来我的狗仔吃了一年 由一只很瘦的狗仔 变了一个波波 而很不正常 那别人问我 他吃着 有个朋友 告诉他 你吃着什么药 我不知道 后来他没有写在那里 他直接没有写下药 也不写 那我就 给一个朋友的医生 看 这些是雷固醇 怎么可以吃这么久 我说是吗 雷固醇也要吃这么久 那跟着呢 就是 总而言之 他有什么病也好 那些狗有什么病也好 他都给雷固醇的 原来 因为快 那跟着 另外有一只狗仔 就是 皮肤病 腸混炎 一路未停过 我告诉你 最高纪录 我传过跑马地 五名之内的医药费 给得最多 一年是17万 一只狗仔 用了17万一年 那跟着是医不好的 好笑 你明白吗 越医越病 才拿命 于是乎 我后来转了 用一个自然的疗法 即是food supplement 那些 那些 同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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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九十三年 都没有 没有时间 皮肤还越来越好 毛都长得漂亮 那你说我的选择 如果这样说法 那那个不是兽医 那我就没得选择 那我刚才说的 那狗病不死为止 不让你找那个人去医 如果香港的法律是中了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我没得选择 就是我看着我的狗 阴风不停付钱 但是那只狗不停病 那是不是对我来说不公平 17万一年 就是你是不是我 是不是你说我对我来说很不公平 对动物的生命都不公平 好了 那你当时呢 你怎样懂得去尋找自然医疗 看完我不懂的 只不过是由一只医医的医生 介绍我自己去看这个医生 看完这个医生 其实我自己多事八卦地问 因为我那只狗 是真的没有医生看得到 就是我看全香港最贵的医生 就是说动物的医生 那我就拗头 有一天我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就问我 不知道有没有那些医生 就是医生 不知道有没有那些 方法可以帮助 方法可以改善我的狗仔的肠胃炎 和皮肤病 那跟着同类疗法的医生 是真的介绍了 有几只 比如 Omega Twins 活性义酸菌 那 我9月1日吃了三年 几四年 腸壳好得不得了 皮肤好得不得了 那如果我不是作一个这样的选择 我说这个医生 是没有收医牌的肯定 那是不是我不可以选择去买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我没有权利去选择呢 那我就说 是不是一定要给我交贵的医药费之外 就整天都这么病 那我觉得 这件事是 香港既然是一个文明的社会的话 其实病人 和这些宠物的主人 是绝对有权去选择 他觉得 适合他的医疗方法 好了 我们就休息 几分钟我们再继续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那样 就可以做到摘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 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摘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 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摘地器的治疗 摘地器产品 可以在我们 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 28824848 好了 黎太 你自己除了 自己的狗 有五只狗 你用爱心处理 也用了一年十七万的医疗费 来帮他们 那其实你自己 在这方面 在医疗方面 有没有 一些经验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绝对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设身的问题 我在1980多年的时候 一种交通意外 就令我 就昏迷了 三十个小时 就由这个 医院 就转了去法国医院 当时有两位 很出名的 知名的老科医生 帮我医的 因为我内部出血的关系 我差不多有 整个礼拜 是有少少 暂结性的失忆的 后来我醒了的时候 当然是 继续医 医了 医了 我有一年 差不多一年 是 没有了平衡力的 我起不了身的 我是左上右下的 没有平衡力的 由那时候 开始 开始吃一种药 叫做 Symetil 和Sibarium 指云药 指藕药 一吃 就吃到 04年 由1982年 开始 那个意外之后 去到2004年 十几年了 但是没有好到 十八年了 但是没有好到之外 就是最惨 不知道是否使得太多药的关系 身体很弱 伤风感冒 一个月 起码打完伤风感冒 也有两至三次的伤风感冒 又长胃炎 所以我哪里都不用去 长途车也不能坐 长途飞机也不能坐 总之 他就在家 因为他一暈你上来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用做 刚后我每年都去佛祠拜佛 有一年 2004年 我就跟师兄说 我对不起 我不能拜 他说 为什么我这样吃这么多药 他说你这样吃法 对肝好不好 他说不如你试试另类治疗 我说什么叫另类治疗 他说我不知 不过我给医生的电话你 于是我就打电话去医生 也都想 为什么医了这么多医生 都不差就医了这个 于是他去见医生 这个医生 原来是脊骨神经科医生 从加拿大回来的 他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下 因为你太久的时间 我不可以确定 我不可以将你医好 但是我可能 很大的机会是帮到你的 于是他就告诉我 跟我诊证 他说你的颈骨歪了 你知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说你的头骨歪了 你知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没有医生跟你说过 我没有 那么多年来 所有医生 我见过的西医 都告诉我 医生 医生 医生不平衡 是这样的 那我就吃药 由这个医生 一直吃到现在 他说 那好吧 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帮你医 于是我医了大概九个月 我就可以照常功能 不再需要吃药 然后我跟他说 我每三个月都要去验一次血 原因是因为我白血球过高 香港有某一个西医 都很知名 他怀疑 我有慢性白血病 于是他要我每三个月去验一次血 看我的指数是怎样 那我就当时你知道 就是我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一个病人 那我听到这个怀疑 那已经很害怕了 是吧 那就是血癌 是的 怀疑 接着每三个月去抽一次血的话 那个心理负担很大 就是去验之前又怕一餐 验完之后等那个report的时候又怕一餐 但是又不敢跟老公表达自己的恐慌 扮了淡定 其实已经震到死了 那跟着呢 直到我跟这个医生说了之后 他说 不如你去试一下 看见一下这个医生 那我说 什么医生 他说是一个同类治疗法 一个自然疗法的医生 我说 我没听过 他说你自己看又怎样 你喜欢就去看看 那我就抱着一个有好奇的心态 去见一见这个医生 而且我真的很累去验这个血 每三个月去验一次 那种害怕到我都已经 已经有点很累了 那我就见了这个同类治疗法 和这个自然疗法医生之后 他给了一些 那些food supplement 即是那些营养食品 营养素 营养素给我 同类治疗法的药给我 同类治疗法的药给我 全部治疗好的 其实你应该有一个心态 就是如何和它共存 那我就觉得 咦咦咦咦 人家B型肝炎都可以共存 那我这个都应该共存 可能这个关系呢 就令到我 即个人很安心 当你个人很安心 再加上你的营养剂是对的话 那就迎刃而解了 我最近去养和验过血出来的报告是很漂亮的 无论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白血球 红血球 各种东西都是正常的 即是我觉得 由这些东西引伸到我 所以我才突然间问这位医生 你有没有东西可以介绍给我的狗仔吃 因为我狗仔病了很多年 由我买它回来 从重店买它回来 病到现在 而发觉到 现在我的狗仔 由04年开始吃到现在07年 他的皮肤不知得多好 腸胃不知多好 令到我就觉得 喂 香港为什么这么奇怪 完全好像 没有这些资讯 给病人去选择呢 好像一定要去看某类呢 为什么不能给多些途径 让人去选择生地 即是选用什么医疗方法 是的 其实来说 如果我是一个病人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有自己的权益去选择 我觉得 适合我的医疗方法 兼复是 我会去面对我自己的责任 我去负责我自己的生命责任 即是这样死都死了第一万万 即是你自己的经验 我听到 即是你自从在1980年 撞车 就出现了 可以叫做 whiplash injury 即是边马的颈部的创伤 去西医处处理 可以说足足是治疗20年 是的 那期间你那个 即是 后遗症 暈的那种感觉 一直都没有改善过 加上呢 因为你长期吃这些 所谓止吐药 止暈药 是令到你的白血球 可以出现了 異常的现象 是吧 我就不知道这药是否 即是你以前应该是没有的 是吧 我说任何人 要吃22年的药 其实都应该知道 是会有问题的 那些药 为什么要禁药呢 因为这些是毒药 要不然它不会禁药 为什么不可以购买了 贵面买得到呢 好了 结果你2014年 幸好有个朋友 认识了脊骨神经科医生 介绍了你去 在9个月里 他发现这个问题是一个颈椎 因为这个是一个 在我们的医学常识 在脊骨神经科的训练里面 差不多这类的问题 是很普遍的 脊骨神经科是足够去 在这方面 训练很足够去处理的 总结9个月里面 就帮你处理了问题的根源 令到你的云的问题 是受到很好的控制 但是呢 最后你都发现 那怎样呢 你试着这些药 你试着这些药 如果白血球的问题 是这样 基本上呢 不要听 其实是一个隐性的白血球癌 随时爆出来 一般人呢 如果真的 如果你的白血球的指数 真的飙升到某个地步 他就开始用那些化疗了 你知道了 大部分人有经验过化疗的 第一 你的头发会脱掉 很快会脱掉 一个疗程里面 自己试上一下 究竟医不医得好呢 我都可以这么说 在数据上 很多这些癌症 在现时的西医处处理方法 是这么多 过去三十年来 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这是事实 这是医学报告 医学集团讲过这些方面的数据 好了 那你跟着呢 你就很幸远 这位脊骨神经科医生 又认识到 原来呢 除了脊骨神经科 中医西医之外 原来有其他的自然医疗的方法 那自然医疗呢 譬如在加拿大 尼泊治国神经科医生 回来的地方 是有他正式的医学院 是一个四年制的 专科的课程 通常是到大学才去读的 那也有个自然疗化的 註冊的程序 那也都介绍了你去 那自然疗化医生 也是一位同学疗化医生 那其实同学疗化医生 也可以说 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说了出来 是全世界第三大医疗的 全世界一百十万个国家 香港人听都没听过 最后要问 为什么香港人 都完全不认识这些东西呢 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香港有个法例 是阻止这些信息传递的 那这个什么法律呢 你看法律的名字 你也猜不到法律的结果 是做出这个效果 他就说是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那我们这个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这个问题 我也讨论了很多 我自己在过去 也有不同的文章 是讨论过的 一般人一听到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认为这个条例 应该阻止一些人 做一些广告 推销某种医疗手法 或者某种产品的疗效 而这些产品是没有经证实的 或者是假的 或者证实是假的 一般人会看到这个法例的名字 一般的联想就是这样 这是好事 假的 不应该做一个骗人 但是很少香港人 是有机会 或者传媒 有机会 揭露出 背后的法例 完全不是这样说的 法例基本上 对 可以说 这本医书内 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 都称称是 你不可以说 不可以说不重要 包括就算你证实 你医学上证实 是有效的 你都不可以说的 其实这个条例 最终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 它是封闭了 我们的医疗资讯的自由 可以导致 为什么香港很多人 对一些在外国 很流行的医疗方法 脊骨神经科医学 在北美洲 西方国家是很多的 数字上 差不多是西医以外 第二多的 动物疗法 有85个国家 有动物疗法 医生存在的 英国女皇维多利亚 女皇以来 一直都是采用同一疗法 有个御医在 好像查理斯王子 英国女皇 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 她都遇到 一个难产的问题 生不到 那当时 当然 英国女皇有很多医生 大家群医来 去处理她 但都没办法 那怎么样 就想着 一来开刀 副福 生三分仔 幸好 英国女皇 当时有一位御医 叫Sir John William 她说 等等 我们试试我们的同学疗法 那结果 就被英国女皇 一剂 尿剂 叫做Clorophyllum 二白斯 没多久 吃了一剂尿剂 英国女皇就顺利删了 查理斯王子 所以 为什么查理斯王子 一直以来都很推药自然医疗 或者叫做附助医疗 或者令女医疗 其实说实来说 令女医疗 和附助医疗 是一个错误的称号 因为自然医疗的传统是很长的 是很久很久历史的 在古圣经里面所提的那些 有本叫做平安福音 其实耶稣基督 在里面都有讲及 我们照顾健康的方法 其中他也提及 用食物的方法 一个田园的生活 以及用水来医病 其实他可以形容 用水的医病 就是用洗唱的方法 可以这么说 很有趣 香港很多的医院 都是属于宗教有关系 就是从宗教辅助出来的 比如有佛教医院 有很多天主教医院 很多Baptist 就是基督教 但是其实 他们完全没有用到 神给我们的工具 我经常都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人类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宗教那么多问题 其实我们根本不相信神 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完全不信任神给我们的东西 如果神是一个智慧的神 一个慈爱的神 一个有全能的神 那不可能制造一个人 是要我们受苦的 是要我们依賴一些化学的物质 才能够帮得到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一用任何用哲学角度去看 宗教的路底 如果神是全智慧 是爱护我们的神 他什么都给我们 但是偏偏 这些所谓的宗教团体 都看不出这个问题 那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们被罚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 看到的问题越来越差呢 就是我们这么简单 神给我们的工具 我们都不信 你很幸好 我知道你一个很善心的人 你会用17万一年 去招股五只狗仔 还有我知道 你养这个狗 是全部病狗 你不是因为它漂亮 名种狗 得掌狗 你养它回来 你是拿它 因为它病到痰痰 在街上有眼睛 眼睛又慢 什么 很奇怪 很明显 你是一个善心的人 好心有好报 很相信 不是要来势才能受到回报 现在你就已经经验得到 这个问题 同意 因为你的经验 令到你的医疗的认识 层面高了很多 对你的将来健康 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刚才George提及说几个例子 其实说到一点 我们经常以为 要保护市民的消费者 我们需要用牌照的方法 来将质量提升 有所谓的保障 而刚才George看到 在温哥华的经验 是完全不是的 反而在没有所谓的牌照之下 那些人看医生是有戒心的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会很小心去留意 看一些朋友的经验 他会依赖 他会做一些research 但当你一位政府加入 我给他牌照你 给你一种假的信心 你经常以为 有牌照的人一定做得最好的 没有牌照的人一定做得不好 而事实上 根本就不是这样一回事 我相信 如果我们现在香港人 香港政府 那个思路 仍然是立很多这样的法例 就是保障什么保障物 美其名是保障 最终做出来的结果 将问题越来越深化 刚才你看到George 很感谢你提出 因为这个经验是你自己看到的 是吧 你自己经验得到的 是吧 在法律上来说 我相信王涵也都可以看一看 这个license to heal 就是license to treat 人 其实在很多人都开始提出 其实我们不应该有一个 所谓的牌照行医 你可能需要牌照做些事情 比如你说要做开刀的 那你要license to perform surgery 因为你是需要这样的训练 才能做到的 那我们不需要给一个叫做 cut up plan 就是什么鬼 你是医生 你什么都可以做 包括很多事情 你根本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他都需要做 那牌照转转了 就叫license to kill 是的 我经常都说007 他们现在的现象就是license to kill 因为很多人就没有戒心 反而没有牌照之下 反而更好 我自己觉得黎太 她那个case 可能就比较少有 但是有其他的case 好像抑郁高 胆固顺高 是很常见的病 那情况也是一样的 你去到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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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到吃药的阶段 你保管住 你每两个星期来训练一次 到你高到要吃药的时候 我就开给你了 那等待期间 什么都没有叫你怎么做 但是其他方法 可以有很多方法 可以有很多方法 减血压 有很多方法 可以减胆固顺 所以我觉得 现在有很多医生 他不明白病人的心态 好像医生很轻描淡寫 没有办法 你每三个月去厌一次血 我们控制血 看看血指数 他说起来很轻描淡寫 但是他不了解到 其实一个无知 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我的心理负担很大 在他的角度来说 他是说实话 在他的医疗 你所看的 你能够用17万来照顾你的狗的人 你自己看医生 一定是香港最上級的 我不需要说名 你一定是看最上級的 可能是教授級 但在他们的认识里面 事实上是真的这样 他不懂得点医 他说老实话给你听 他不老实的地方 或者他真的不知道 全世界有这样一种医疗的方法 是不是唯独西医才能医呢 而西医医不到的时候 是不是其他的医疗方法 是没有可能医得到呢 你看看真正的数据 这是医学雜誌的数据 根本是现时西医所能够医到的病 除了一些创伤性 断骨 流血不止 皮肤严重灼伤 这类是西医的急救 那个手术是很重要的 还有有些 比如我们叫做 Aseptic Surgery 就是无菌的手术 那些麻醉药 当然是会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你看到电视的片段 永远就是说这些 OK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出 另外一个现象 这是医学雜誌的资料 新英来医学雜誌 在1977年已经说了 根本 因为现时西医对大部分文明病 除了创伤性急症 流血不止之外 根本是束手无策 是医不到的 刚才好像George所说的 他提出这两个例子 那个糖尿病 和胆固唇膏这个问题 糖尿病是一般文明国家 成年人体医生的第二主要原因 他可以从糖尿病被产断之后 一直吃那些所谓血压药 去水丸 BetaBlock这类的药 吃到死都不会好的 所以他不断去复诊复诊复诊 政府医院就 免得给你三个月药 有些地方两个星期 或者一个星期 一个月去做 最终最终你是医不到的 也有些人不知道 我也提过 根本是最有效的 这个高血压 在外国已经做过 就是用断食的方法 用蒸馏水断食方法 他的治疗效率是87% 是全世界最有效的 医治的高血压 我听着 我也听着 我自己在《大公报》的专栏 我们写过的 很详细解释 当时有一位西医 和一位脊骨神经科医生 他们采用了一种 自然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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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是百多年历史 百多二十年 以一个大型的动力来说 是很长历史的了 那医生基本上 用很简单的工具 用断食的工具 用肉食的 很多人的问题 就是医过所有的方法都不行 包括所有的专家医生 看过都不行 用这种方法处理了 但是我曾经所说 高血压是文明地方的人 成年人看病的最第二大的原因 最常见的就是去看看 竟然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是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疗效的方法 你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讲得出来 没有听过 这两位医生 这位注册的西医 注册的脊骨神经科医生 在加州 他是过去数年来 他有数百宗的这类的病人 就用了一个蒸馏水的断食 当然长 不是一两天 可能要10天 20天 当然他看着他做的 他不是说 你做完之后 你就好了一两个月 接着就叉回 他跟进的病人 是几年之后 他的血压是仍然保持低的 好了 这是一个很爆炸性的真相 就是多少人 我说第二大的医体医生的原因 多少人可以说 数以亿元的医疗药物 是用在那些高血压药的 高血压药的背后问题有多少呢 令到你疲 令到你性无伦 令到你神衰竭 令到你心脏衰竭 令到你心脏衰竭 最终最终有很多很多后遗症 好了 这位两位注册的医生 用他的经验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登了上 journal 当然不会是大 journal 新英语医学雜誌 美国医学雜誌 当然不会登这些东西 因为药厂背后 不会给你登这些资讯 好了 结果他就把这个报告 这个研究刊登了在医学雜誌上 好了 结果会怎样呢 登了出来 很多地方都有些报道 当然大传媒就不会说这个真相 美智了 好了 结果呢 加州医学会呢 就有个指令 说呢 注册的西医 不可以叫人做断食 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 他原来说呢 不如你去研究一下 断食治疗 有百几二百年的历史 耶稣基督平安福音 都教人用断食的方法医病 是吧 动物自然街动物有病 有兽医体吗 没有的嘛 动物要躲在一边来磨叩 是吧 他用断食方法呢 其实断食疗化 是一个好长历史来的 在自然界呢 是神的工具来的 一个假设给我们听 当然呢 我一想到断食呢 就是断食示威呀 饿死自己呀 租资自己呀 从而博同情呀 但他根本想不到呢 根本一个这么简单的断食呢 是根本对你的身体 是一种心理上的休息 好似我们知道 印度国父坎地 坎地他整天都是一个政治的断食 做了很多 是不断地做的 他最终呢 都是被人枪杀 暗杀了 当然他们都要解剖 看他的身体状态 但是呢 发现呢 他的身体的状态呢 心理上的状态呢 是比他的燃灵呢 是轻很多的 因为呢 他是不断地用这个断食的方法的 好了 那这个是那个 就是刚才Joy提出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 那个抗胆固醇药呢 那个抗胆固醇药呢 嗯 那其实外国已经做过很多研究 其中有一个是二十多年的研究呢 发现呢 你一生吃胆固醇的药呢 你的胆固醇呢 你的胆固醇呢 是压低了一点 但是呢 你的性命呢 没有因此而长了的 可能你死的原因 可能会有少少不同 你不是因为中风死啊 心脏死啊 但是呢 你是因为意外死 自杀死呢 是高了的 那所以最终呢 是没有人因为吃这些这样的 抗胆固醇药呢 是令到性命是长了的 你用了这么多钱 受了这些这样的 很多药的副作用 最终最终呢 你的生命的质素 你的性命是没有因此而长了的 那这些这样的事实呢 其实呢 在医学雜誌不断都有讲出来的 传媒有没有讲呢 好少的 但是传媒很少讲的 这些资料呢 你真的要懂得去找 找这些这样的 就是特别的地方啦 你会有机会学到这方面的真相的 为什么传媒不会讲呢 就很奇怪了 是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其实呢 在美国的呢 美国的传媒呢 大概好像四个大机构 就是 两个大机构 好像和洛迪斯尼 最顶那里 好像 General Electric 还有 还有两个 我一时想起的名字 那其实呢 他们的ownership就是 有这些这样的大机构 它是拥有传媒 它拥有药厂 它拥有很多很多东西的 它拥有great home b 它拥有phspu 它拥有phys food 也可以那么讲呢 整个的传媒呢 大众传媒呢 最终最终是四个大机构应有的 所以呢 他那些大机构里面呢 他们觉得呢 自然医療为什么不被推药呢 不是啦 它没有效 自然医療没有被推药呢 因为你是没有钱赚嘛 就是上天给你的 。。。饮水 饮水可以治好你一个 全世界年老 有第二大的 医疗问题的 那你说 那饮水多少钱 你说你征楼数多少钱 屈臣斯征楼数多少钱 那将你这个病徹底医好 versus你要吃几十年 吃到你死过去 那你自己计算一下数 在这么简单的道理下 我们不是说真相 不是说有没有科学根据 根本上科学根据有没有不关事 最终为什么我们很多的现象 很多行为很多问题出现呢 最终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那个利用的动机 我们大家盲目追寻 是根据我们一般人的健康 是至于生死都不理了 我们现在在香港 其实是跟外国的传媒是无关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一片天地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应该做的事 最终来说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话 香港是可以很突出的 就是好像袁先生说 就是怎样可以使香港 大维出成为一个世界上 第一城市 这个是有可能性的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关于香港 那么简单 不只是美国 其实全世界都一定有一帮 很有权力的人 去统治或者是控制住 所有的经济命脈 那么那些人为了利益关系 你会不会出头啊 你打这个官司 你死定的 我实证的 你虧钱的 你虧不虧得起呢 最重要是我不怕死而已 特朗语 是你死的 你虧不虧这么说 幸好这个地球上 有十分之一个人 就是很积极做事的 另一有十分之一个人 很积极看着人们做事的 有另外百分之八十分之一的人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这个地球呢 好像Margaret Mee说的 他说这个地球的改变通常是一个小巨人是做点事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在我们电台节目《香港出路》 我们听众不多 我们大家知道的 为什么我们坚持要花那么多时间 我每个星期做这些节目 花过成一天的时间 要一个时间去看病人 那个成一万元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呢 始终觉得我经常这么说 香港地方赚钱的机会很多 我家里个人都很有钱的 但是能够做些有意义的东西 一生里面能够有机会做到是不多的 幸好在这个地球上不同的人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人是喜欢做一些东西 或者觉得是值得去做的 但是幸好很多东西都是一个小巨人 肯做小小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香港出路和香港更好弹道 我们那个方向 我说其实过去人类 人类史上有很多所谓聪明的人 伟人、政治领袖、帝王出现过的 但是我看到人类好像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善的 我觉得很简单 等一些聪明的人 选一个所谓好的特首 来领导香港 而将香港带出这个困境是不会有效的 因为全世界都未曾成功过的 我也看到香港人都很认为 我需要争取那个选举民主 我需要民主要普选 我可以告诉你 香港就算有普选 香港都不会改的 因为真真正正很多国家都有很多普选 有普选一人一票 或者代表性的一人一票 但是最终来说 你看到的就是 争租八租其实没有改的 为什么呢 真真正正地要我们地球改 就不是选举的民主 是参与的民主 你看回很多的过去 仍然能够生存的那些小部落 他们真的实行一些普选的民主 参与的民主 大家肯出来做一点点 这个地球就有机会变得更加好 其实我想说一说 其实传媒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来的 因为你看一下现在香港 有很多传媒不肯带出一些正面的消息 那变了有很多一般市民 他没有途径去得到一些 譬如说什么叫同类治疗法 什么叫治疗法 因为有某些传媒是不敢去透露 这些消息的关系 那他们是无从入手 比如有时候我跟人说 他说你面识好了很多 究竟你是做着什么 那我就看了自然疗法的医生 那他说什么叫同类治疗法 是的 首先我先解释 其实传媒 就是查理主问 那香港的情况是怎样的 香港的传媒都是做同一样东西 其实有几个原因 其实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很多香港的传媒 对西医以外的疗疗 他们真的不是很认识的 所以很多时候 在传媒工作的方法里面 他就会用一些所谓的平衡报道 那什么情况用平衡报道呢 当你对这些东西不太认识 你不是很敢说的时候 那你就用这个平衡报道 这个挡箭牌是保护你自己的 那我经常这么说 那其实世界上的情况 的事件不是一定是一半对一半不对的嘛 不是一半黑一半白的嘛 其实有些是就是这样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那因为当你做一个传媒人 而你对那些东西完全不认识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不认识呢 因为有个香港不良医学港股条例嘛 那你都是受害者 那传媒都是受害者 他根本不了解呢 根本地球上呢 根本基本上你都看到呢 根本地球上呢 有很多好好的方法 而我们现时所接受的 所谓被垄断的西医的方法呢 根本是对80%的人类文明地方 香港地方人的病是根本束手无策的 那传媒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那不知道呢 就采取一个所谓謹慎的方法 就相信一些所谓的专家 相信一些所谓的诸臣的西医 这些都是专家来的嘛 那就算虽然他错了 那他也没那么大件事 其实有个原因就是这样 好了 时间关系啦 好了 我们或者下个星期再继续 多谢大家收听